好 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南韩现在内部动荡的社会秩序 它的货运工会罢工进入13天 南韩政府颁布强制开工令 货运工会毫不示弱 罢工范围影响越来越大 显然对于总统震怒的开工令已读不回 钢铁制品现在堆满了整个工业延区 现在汽车要临时招募临时员工 一天动用500人好把新车开出厂 怕塞爆了生产线 石油运输都受阻 加油站掀起了汽油荒 南韩总统尹徐悦把败工带来的威胁 已经比作北韩核武 他说会再加强制裁的力道 现在打算针对炼油钢铁追加第二道强制开工令 南韩的官方粗估 现在的精损总规模会达到 这核心台币812亿元 要求政府保障永久生存权 南韩货运工会发起大罢工 抗争来到第13天 南韩天气启动 获卡车司机们顶着零下10度低温 依旧死守侍卫现场 一天还是两天 我们的家人 绝对我们的家人 我会责任的事情 绝对我们的家人 绝对我们的家人 司机们准备棉被毛毯欲函 工会也搭起保暖帐 做足长期抗战的准备 南韩政府破天荒 祭出制裁 下达强制开工令 第一阶段首先针对455名水泥车司机 发出命令书 但截至6号下午 只有43人重返工作岗位 南韩交通部长走房产业现场 抽查司机复工状况 警告将针对未返港者 采取停业 吊销执照等行政处罚 南韩总统尹锡悦 更将这一场罢工 比作北韩核武威胁 警告还会再加大制裁力道 下达首道开工令之后 全韩物流运输稍微能够传口气 各大港口货柜平均吞土量 回升到平时的四成 不过钢铁 汽车 炼油业的损失 仍持续扩大 青上北道普向市工业区 累计堆放超过11.5万吨钢铁制品 价值相当于1580亿韩元 约36.8亿台币 中介南道大山石化园区 入口也塞满货柜 10天累积78多万吨 总价值超过1兆韩元 现在汽车工厂则持续招募临时工 一天动用500到700人 将千辆新车开出厂 避免生产线拥塞 全罗南道占地16万坪的士博公园 如今已经被刚开出厂 等待出口的全新车辆赛宝 根据初步估算 货运工会13天罢工 已经带给南韩超过3.5兆韩元 约812亿台币的经济损失 影响范围从上到下 波及南韩中小企业 有五成通报砍单潮 近三成物流费用暴增 还有超过两成宣布产线中断 南韩人日常生活已经很有感 油罐车缺驾驶 汽油荒越演越烈 南韩至少96个加油站点无油可加 网购商品等半个月没出货 网路社群也出现大量抱怨文 南韩最大劳工团体 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 声援货运工会主张开工令侵犯人权 6号在全韩15个地区 号召成员加入大罢工的行列 新一轮大规模罢工筹 再次席卷南韩 南韩政府立场坚定 预告将颁布第二道开工令扩大制裁范围 双方硬碰硬也让矛盾持续扩大 TVS新闻综合报道